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 家家都是看豪车 住豪华别墅 村款一百万都是低的 在年底还有分红 这就是中国第一村 华西村 在村里的酒店 有一尊金牛 有一吨多种 这是华西金塔商场 集体经营 事件于1996年 如今也成了一栋老楼 大门紧闭 家有黄金数吨 一天也只能吃三顿 豪华房子独占熬头 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这是当时华西村的领头羊 吴仁宝先生所提出来的 是他带领着华西村走向了辉煌 让村民在村子也能住上别墅 这里最高的 就是村里的五星级酒店 有三百多米 就是很多的地基市 都不一定有这种规模 是当时村里投资30亿所建成的 那堆鸡牛就是在里面 供鸡牛就有三个亿的价值 现在更是翻了好几倍 这里的企业呢 它是集体的 虽然村民能够飞到前 达到了共同富裕 虽然如今的华西村 不如以往那么辉煌 但是依然是非常强大 希望更多的中国乡村 像华西村一样崛起 所有的村民都像这里一样 开豪车 住别墅 愿祖国繁荣富强 愿祖国繁荣富强 愿祖国繁荣富强